就是SST 這個數值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就是說對學過統計的人來說 這個數值基本上就是 你去仔細想想 它事實上就是Y這個變數 就是你的預測變數 它的變異 它的變異 假設有一個 我要預測這個Y 它的這個所有的值 都在它的平均值很靠近 它的變異就很小 是吧 假設我要預測這個Y 它的誤差都很小 它預測它就是 翔哥都很準 就是這樣 你用平均值來預測它 都已經很準 可是如果是另外一個樣子 在我的平均值上下這樣 亂跳亂跳這樣子 那這一種 我們就說 它這個Y的Variant是很大的 那它的變異是很大的 那麼 你用平均值去誤它的話 就 誤差就會相對變大 所以 所以 把這個Baseline的這個 模型的誤差的平方盒 先放在這邊做分 那分子它會用我們做好的這個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Lm幫我們做好的這個 最佳化 已經最佳化過的這個 這個 線性組合 那它也會算出來一個叫 它也會算出一組誤差的平方盒 對吧 這個叫做SSE 就是我們剛剛講完的SSE 你把這兩個東西除了之後 然後用E去減它 這基本上會有一個意義 這個意義是說 你Y裡面的變異 有多少比率 被這個模型解釋掉的這樣 我再講一次喔 假設這個東西現在算是0.44 那我們就會說 這個模型解釋了Y的變異是0.56 對不起講錯 解釋了Y的變異是0.44 那我們會怎麼這樣說呢 因為 如果那個Y本來是 如果那個Y的變異 本來是100毫 這樣子 那 所以它的SSD就會是100 知道嗎 各位各位 Follow 假設那個Y 本身 你用Base Time Level去看 它的變異是100 它的SSD就是100 然後 可是你用模型去 預測它 預測完了之後啊 我的SSE 剩下了0.56 對吧 意思是說 我用我的模型去預測它 那 預測完了之後啊 那個變異還剩下56%這樣 所以 44%的變異啊 就被 就被這個模型解釋掉了這樣 所以這個R2 我們通常把它當作是一個 模型解釋了多少比率的變異這樣 是不是這樣 我們想要預測一個值 通常我們是要 我們關心的不是它的平均對吧 如果我們只是關心它的平均 我怕就把它取平均就好 是不是 我們關心的是 這個值為什麼會變化 所以我們希望找到一些X來解釋這些變化 那我再講一遍 我們做線性模型通常是 它的道理是這樣 對 我們希望知道Y的變異 然後我們知道 我們希望知道說這些變異是怎麼樣隨著X變化 怎麼樣 所以如果有一個X 可以解釋Y的大部分變異 是嗎 那用這樣子做出來的模型呢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很接近1的R2 通常如果你做到0.8啊0.7啊 那我們就會說 那這個模型呢 它解釋的大部分就是Y的變異這樣 那我們就會說這個模型是比較好的 各位 這個R2跟剛剛那個RMSE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講到說 SSE如果越大 RMSE就越大對不對 然後R2就會越小 是不是這樣 我說給定同一組 同一組樣本 我再講一遍 給定同一組樣本 這三個量子 SSE RMSE跟R2 事實上是 他們其實是同步的 你用他們來做模型選擇 你偶爾是選到同一個模型這樣 是吧 他們有三種量法 只是各有不一樣的這個意義 SSE是最簡單的 因為 但是它的壞處是 它好像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然後就是 應該講說它是原始定義 但是這個原始定義 它的實質的意義不好想像 所以後來又發明了RMSE 我說RMSE是什麼 是模型的 什麼 平均入差 對吧 你把RMSE當作說 你這個模型的平均入差 對吧 那你把R2當作什麼 你把R2當作是 模型解釋掉多少 你的目標變數的那個比喻 所以為什麼大家喜歡用R2 所以為什麼大家喜歡用R2 有RMSE做為什麼喜歡用R2呢 因為R2是可以 我剛剛講過RMSE要比的話 就是要是在同一組樣本底下 那要在同一個模型 同一個事件裡面比 那R2不管是什麼模型 它總是在一到底之間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 我們說這個是常態畫過之後的一個指標這樣子 你想要畫不同的project來比較他們之間 它其實是一個相對客觀 我們講它相對客觀是說 它也不一定就很客觀 因為其實R2很高 也未必是好模型 R2很低也未必就是爛模型 各位會漸漸感覺到這樣子 你要看那個問題有多簡單多複雜 假設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那你R2很低 那你就是一個爛模型 假設你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你R2很低 不一定會是一個壞模型 我們現在有很多國生在這裡對不對 你們讓R2做一做 0.3 0.5 大都很高興 有人做到0.5 不容易的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量子是一般在我們做傳統的方法裡面用的多一點 反倒是我們現在在商務數據裡面 其實比較實際的 我們就會比較喜歡用R2S OK 我們講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記住這三個量子是三個量子 實際上你用它來做模型選擇 你會不會選到的是一樣的地方 只是他們有三個不一樣的意義 在不一樣的地方用而已 如此而已 好啊 那接下來我們到這個 對不起 我們到R裡面來 我們剛剛做的第一個模型 我們是只用了一個X 去避證Y對不對 那我剛剛也跟各位講過說 這個線性回歸 它事實上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X 你知道嗎 我說大數據 其實真正的挑戰 不是在你這個N很大 你N有幾百萬 事實上對R來講根本沒有什麼X 就是 上次我有跟那個 規劃做一個四百萬 四百萬一個 大N等於四百萬的那個模型 然後 它有好像九個還是十個 Variable 大概在我這個PG上面 大概只做了兩秒就做好了 所以意思是說 真正的挑戰 是在你把這些X越加越多的時候 對吧 它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你看 我們剛剛做的模型一 是只有放AGST在裡面 那模型二呢 它除了 溫度之外 它又 放了那個收成季節的羽量在裡頭這樣 然後它就會做出模型二這樣 那我們如果去比較 模型一跟模型二的這個 它的這個 物差的情況的話 你會看到類似像這樣子 意思是說 只放一個變數的時候 它R數量是44 放了兩個之後 它會變71 放了三個X之後 它會變79 放了四個之後 它是0.83 放了五個之後 它還精湛0.83這樣 事實上喔 你在一個線性模型裡面 你把X一直一直往裡面丟 它R數位就會一直升高 一直升高 OK 齁 事實上 像在很多大數據的案子裡面 這R數位會達到100% 你用M比較不會 你用決測數的話 你用RandomColars的話 你用新的一些比較新的這個技術的話 你R數位要做到100% 其實是做不到的 你只要X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這樣 變數很多的時候 那這個R數位就會接近1 SSE就會 R數位接近1 R數位接近1 就是SSE接近1 對嗎 就是SSE接近0 沒有Arrow 意思就是說 當你變數很多 資料很多的時候 這個R數位會下降到 它會下降到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 傳統推運統頁的時候 比較不會遭遇到 因為在做推運統頁的時候 你的樣本就是這麼大 可是大數據又不一樣 當我們真的有很多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 你X一直往裡面加 模型的預測準確度 在模型之內 就越來越高 那我們為什麼想說 在模型之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情況 我們先 各位記得嗎 它事實上是 給各位看了一個 這樣子的表 在這個影片裡面 這個地方是特別需要解釋的 我說過的 其實這個還是會比較高一點 只是因為小數點的關係 它沒有出來了 你一直加 R square 就是一直會往上去 這樣子 它一定不會掉下來 這樣子 你一直加它 就是一直往上去 可是啊 可是我們做模型的目的 不是要預測嗎 對不對 這個R square是什麼 這個R square是模型 預測文件模用的那個樣本 的誤差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剛剛用一組樣本 去建一個模型 然後你看到了這個R square 我們一般在講的這個叫 sample R square 或者叫 training R square 就是說你 你用訓練用的資料裡面 看到的這個R square 事實上是你訓練資料的R square 對不對 可是我們關心的不是這樣 我如果用今年的資料 我是要預測明年的情況 對吧 我假設是用 我已經有的顧客 我是要去預測那些 還沒有變成我的顧客的人 變成我的顧客之後會怎麼樣 是這樣對吧 所以你真正要預測的 事實上是不在樣本內的這些人 才是你想要預測的 對吧 在樣本內的你預測幹嘛 你都已經知道他Y是多少 是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真的要預測的 並不是樣本內的這些點 你要預測 我們一般講R of sample 或者叫casting的 這個 這些人這樣子 那一個 那個 那個準確度 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準確度 這樣子 所以那我們怎麼做呢 意思是說 我自己有一張圖 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我直接先到這裡 白頭我剛剛已經把 我們有一些 我們每一週的投影片 我們這些什麼 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剛剛在那個 我們Facebook群組裡面 已經發給你們那個 有一個Google Drive 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投影片 看到上週的 然後 實際上我們現在 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 在預測性的模型的做法裡面 事實上是像這樣子 因為你想要預測的 對你重要的 並不是這個Model告訴你的那個R square 你用LM LM不是底下 就會告訴你的那個R square嗎 對不對 你基本上也可以 把他的Recease就抓出來 然後把他加起來做比方 這樣 所以你會知道 你的trending的那個 那個R square是多少 就是模型就會告訴你 可是那個 不是我們想要的 是不是這樣 我說 那個是我們本來就知道的 我們想要的是 我們要拿 模型去預測一些 見模型的時候 沒有見過的資料 我再講一遍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 Data Set的話 在預測性的做法是 我們先會把它切成兩塊 這樣子 一塊我們叫做 training data 另外一塊我們叫做 testing data 我們會把training data 拿去見模型 這樣子 是嗎 我們說 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training data 把它切成 好比說我現在如果有 100萬筆資料 通常我就會留個 20萬下來這樣子 或者留個10萬 那剩下這90萬呢 我就拿去 建一個模型 那這90萬 建出來的這個模型 我會把testing data 倒到這個 模型裡面去 我真正想要知道的是 我剛才用90萬筆資料 建出來的那個模型 來預測這個 10萬筆建模的時候 沒有用過的這些資料 他的準確度 或者是他的Arrow 我真正要預測的是這個 是嗎 對吧 對吧 這個東西是以前在推進統計的時候 你們所沒有遇過的 可是這個東西 才是我們現在在商務 數據分析裡面 我們想要的 這樣 所以你們 以往 以往的 你們用這個像SPS這樣的工具 你們 把這個 training data 丟到一個 應該講說 以往沒有分training跟testing 這樣子 那你們現在 你們以往看到的那個 R2跟SSE 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training R2 或者training SSE 意思 但是training SSE 不是我們要優化的對象 我們要優化的對象 事實上是這個 我們說testing的RMSE 是不是這樣 意思是說 我們這一套方法 我們最後追求的 不是 不是你training的那個 那個Arrow shot 我們真正追求的是 那